一段健身教练出身的他 被票选为男同志天菜艺人的第三名 不过近日呢 却有不少的女子爆料 说高婷宇姓骚 甚至性侵她们 有被害人献身哭诉 这高婷宇则低调在网路道歉的回应 他说自己心理和感情处理的方式 的确有问题 不过事实有出入 他愿意当面对质 艺人高婷宇从健身教练转行当模特 最近才在综艺节目上 被选为同志天菜第三名 知名度正在渐渐上升 不过日前却被网友匿名踢爆 私生活复杂 还受到许多女性指控性骚 现在还有受害人献身说法 不能让她这样白白糟蹋 我们的心灵及身体 受害女子边说边哭 除了言语性骚 甚至还有人指控她涉嫌性情 对这么多女孩做了同样的事情 当时的画面一直涌现出来 我觉得非常的愤怒 受害人在脸书上 把和高婷宇对话记录全部截图 做成了婷宇语录 对有好感的女生 她一下子说 去夜店不如找我 还问对方你最近单身 怕你忘记怎么让男人抱的感觉 字字句句 知证力力 高婷宇知道事情曝光 也在脸书低调回应 她说自己感情智商有缺陷 会尽力弥补 但如果有人觉得不舒服 她会道歉 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 希望大家能够接受 连续说了两次对不起 很多人就是可以跟你拥抱 虽然高婷宇发文道歉 但网友还是一片踏乏 高婷宇表示 自己心里有问题 也愿意负起相关法律责任 只是身为公众人物的她 在男女关系中 已经做了最坏吃饭 记者黄天耀张以仁 台北报道